新兴政党时代力量的党主席黄国昌 日前他亲自来到了万里区归吼野柳这一边 造访了未在仁爱之家山脚下保留的最原始的坑道 黄国昌他表示目前在万里的旅游主题 大多数都是以美食观光来为主 希望在未来能够推动人文之旅 把在地珍贵的人文资产用来打造成为最有深度的旅游行程 距离明年大选越来越近 只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而在第十二选区代表时代力量的立委候选人黄国昌 日前也亲自来到了万里归吼野柳地区 除了来看渔夫市集的状况之外 在地方文史工作者的带领之下 更来到了未在仁爱之家山脚下 却保留最原始的坑道 而这座坑道是早期七八十年前 在地人用来运输的通道 而黄国昌也认为这是一项在地相当具有人文历史的坑道 其实金山万里可以说是台湾北海岸一个非常漂亮的海岸线 不仅有非常好的自然生态的资源 那同时如果跟台湾过去的历史结合起来 又有份很丰厚的文化资产 那目前金山万里这个地方就商业性的观光而言 目前事实上虽然看起来外来的游客非常的多 但是可能整体感觉起来是一种比较浅诚 比较商业性的一些观光活动 在文史工作者的带领之下 一群人穿过层层的草丛堆 来到外观看起来相当老旧的坑道路口 而这一座坑道早期设有轨道提供五分车 也就是轻便铁道车来通行 但是后来道路开通了也就越来越少人来使用 不过这一座坑道却许终保持着完整 因此黄国昌也希望能够开启 归后另一项人文资产的深度旅游 那如果能够把这边的天然资源 以及过去历史所留下来非常重要的文化资产 来加以整合的话 我相信对于金山万里这个地方 不是浅诚的观光而是深度的旅游 以及在这个地方整个 不管是在文化上经济上 以及在整个生态保护上面的效益 都可以进一步的发挥到最大 立委黄国昌表示就目前看来 以万里归后与野柳一带的观光来说 大多属于商业型 比较浅诚的观光性质 因此也希望未来能够善用在地的观光资源 与历史资产来凸显早期在地人的人文内涵 将游客带进更深层的旅游 记者是段一万里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